再来镜头带一道万荣乡 马远村古努安部落聚会所 获得了花动基金 圆明会万荣乡公所工程总预算2000万元 即将在10月完工 而民政小组就特地进行了考察行程 了解部落居民在聚会所相关设施上的需求 古努安部落聚会所获得花动基金 圆明会万荣乡公所的相关预算的补助 目前执行进度达95% 民政小组总招张怀文 傅昭·赖国祥 议员周俊佑 许子芳 简志龙 在听取原住民行政处的简报之后 也将协助其他设施的预算争取 这个马远聚会所 这个新建工程目前已经完成了91% 那周边的设施 以及有一些要充实的部分 那我们请原民处 陈处长尽量来协助他们 他们的建议里面希望能够有射箭场 以及垂球场的设置 那是第二期的工程 那第一期的工程是聚会所的完成 我们希望赶快能够完成以后 可以提供我们当地的族人 有一个休闲的场所 聚会的场所 很高兴看到这个马远聚会所 即将完成了 马远村长 乡民代表 以及部落会议主席也都提出需求 如聚会所的迎封面 遮宇棚 停车空间的规划 设建空间 都将在完工之后 争取经费来执行 聚会所基本上是原民的部落 都期盼需求的一个建筑物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陆续在做着建好的一些的聚会所 那其实还有一些的缺乏 但是经过这样的一种会刊完毕之后 那我们也会跟地方在一起沟通 包含工所 那同时将去跟县府跟中央 去争取二期的一个建设经费 那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也感谢我们民政小组 这样子一次来会刊 同时能够清楚了解部落跟族人的 一项的需求 马远村古努安部落聚会所执行进度 已达95% 不过如果是所需经费比较少 我们是不是拜托建筑客课长 如果依我手边的资料 假如有减做的 假如有 有因为这个地形地貌调整 有减做而能够让出一点点经费 有没有可能优先先解决这个 对于讲台后方壁画的图腾争议 也将会进行协调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